又有人被诈骗了 这回是被假检警所诈骗 高雄有一名男子他前往到银行 说自己的账户遭到警方的冻结 想要来解开汇款 而行员立刻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 警方到场之后 男子说他有收到驱公所 还有派出所的来电 只称说他的账户遭到了冻结 对方还通过了通讯软体 转见了内政部警证署 也传了一张台北地方法院的 这个检察署的刑事传票给他 说内政部的警证署 可以来帮他阻止账户被冻结 但他必须要先前往银行 来领出存款16万元 袁景一听之后 就告知他这个就是典型的诈骗 要他不要采信而成功阻诈